战队莫吉莫荒莫害怕 熟悉的大王回来了 这球打得蛮不错的 在中左外一方向的一个深远飞球 两分炮 四号晚间对始第二站 王伯龙在第三个打席开轰 不但是追平比数的两分炮 也是台冈熊英对始守轰 让内野满满的黄山军球迷 也为他喝彩 台冈熊英对始的第一轰 由队长王伯龙敲出来 相隔超过2000个日子 王伯龙终于又在终止赛场上 集出拳雷打 过去在台湾三个半季 累积86轰的他 尽管历经了旅日五年15轰的低潮 甚至反台后的热身赛 表现也不理想 但依旧在例行赛开打后 找回节奏 这球带起来很深远 在右外眼方上 结果上去了吗 下一个打席差点演出双响炮 经过挑战后维持原判 是一支二雷安打 不过依旧能展现 王伯龙的长打实力 继前一天为队史首胜 贡献胜利打点 拿下MVP之后 又搅出四支三猛打赏 用绝好调迎接贵客 先前曾在影片中表示 一定来台湾 见王伯龙的火腿队首席棒球总管 立山英树 在台岗主场首战担任贵宾之前 先造访大巨蛋 并且和王伯龙见面 久违的拥抱也为昔日子弟兵 带来好运 明星文中报道